电影界的盛世之一就是奥斯卡的颁奖典礼 在这个月底就要举行了 美中企业家协会举办中国之夜 让参加来宾可以观看直播 还有庆祝的晚宴 期盼可以有一个平台 让中美两国电影人可以相互交流 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 即将在2月26号盛大举行 成立10年的美中企业家商会 将首次的举办奥斯卡中国之夜 从晚间6点一直持续到午夜 在比佛利希尔顿酒店举行 晚宴将可以欣赏到奥斯卡直播 音乐表演 继维酒会 结束后还有庆祝活动 他们更邀请到了众多知名的中国影星参加 9号上午特别举办记者会 宣传这次的活动 这次能就影视行业 这个奥斯卡 这个全世界关注的这么一个时刻 举办中国之夜 我们美中企业家商会 这个集中了很多 我们会员的资源 这个一起来为中美影视界 特别是在影视的 这个高度发展 特别是在中国市场 这个发展快速的时候 把美国好莱坞跟中国的影视界对接起来 我们希望能把中国职业搞成一个最高端的 能代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然后把美国的好莱坞的影视最好的资源 把它引入到中国 然后让它融合 变成我们文化交流 特别是对中美之间的发展 特别是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给两国能带来更多的福祉 美中企业家商会表示 奥斯卡中国之夜将提供中美两国影视行业的交流平台 促进东西方文化艺术市场的融合 希望帮助两国的电影人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想要报名奥斯卡中国之夜 请至网站查询相关票价 中旺电视采访报道